大家幫我示範的,那我再試一次 就是你要塗上去,試試在塗的過程當中,一定不會均勻的 不均勻的結果,其實就沒辦法好看 那我們就用手,或者其他的工具來做 那手的部分,記得要做什麼? 摩擦,揉耳 要擦乾淨喔,不然你兩個顏色會變到一樣 那以這個方式,線條這樣子畫,你就可以這樣子推 好不好,這樣子推 好,推的結果呢,他就會均勻的完整